12月12号 黑龙江省隋芬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发布通告称 该市立即转入战时状态 按照要求 隋芬河实施严格的小区村屯封闭式管理 确保只留一个出口 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 外来人员和车辆不得随意进入 每货居民每三天凭通行证出行一次进行生活物资采购 并于两小时内返回 外卖 快递 商超配送等物品要放置指定区域 小区职守人员进行物表消杀后由居民自取 今年51岁的王金荣年初疫情时就成为一名志愿者 在小区卡口之情 这次疫情二话没说又加入到志愿服务的队伍中 不为别的 就为了大家身体健康 为了小区 为了人民的安全 我们愿意参加志愿者的组织维护工作 疫情防控中 随分合市下沉机关干部志愿者共1800余人 24小时只守该市330个小区村屯卡口 记者看到 该市营业场所定期消毒 经营人员和购物者一律测温扫码佩戴口罩后进入 周兆燕是随分合市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的教务主任 两次疫情中 他都主动请英 在做好线上教学的同时下沉小区卡口之首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 作为随分合的一员 我将全力以赴冲在第一线 用实际行动扛起为人民服务的使命担当 目前 随分合已对三个中风险小区实行精准封闭管理 对阳性患者所在单元居民实行集中隔离 对所在楼洞其他居民实行居家隔离 同时 为严防疫情扩散输出 随分合还加强城市卡口 居民小区 营业场所 口岸货运等 关键环节和重点区域管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